贸易战北京寄予厚望一搏,刚失败下一步咋办?美别无选择,美国别无选择贸易战强硬到底得没报北京迫切需求? 图里克强与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在2017年中欧峰会上,北京寻求欧盟一同看美,但欧盟高官在2018年中欧峰会前表示不打算与中共联手对付美国而且从峰会后的联合公报看中共的统战目的,还是失败了针对中美贸易战 美国研究员表示,除对中共采取强硬措施,美国已别无选择,美国华裔经济学家于伟雄认为,中共所谓的报复方式是下不倒川普的,川普还会持续强硬 美国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贸易战中,美国解决的不仅是对中共的贸易逆差问题 欧盟周一16期,与中国在北京举行年度峰会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Donald Tansk和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金克朗特 在北京与中共总理李克强会面双方,会后发表措辞相对温和的联合公报 重申支持自由贸易,促进多边主义以及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这次是继2015年以后,中欧再度发表公报前两年,双方因南海问题而无法达成共识 他们这次一同意扩大市场准入和加快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阿波罗网报道,此前中共对此次中欧峰会寄予厚望希望,对联欧抗美虽然多次被拒绝,但指望借中欧峰会再做尝试研究员 美国已别无选择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史剑道Derek Seizos认为美国与中共多年来打交道的经验 已经证明出对中共采取强硬措施,美国已别无选择图史剑道Derek Seizos 他说,有一派人士认为,我们是没办法和中国人谈判的 他们不会遵守承诺,我承认我本人也是这一派的,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他们中共难受一会儿 然后我们再谈判,我说的一会儿,绝不是就两个月 美国前助理贸易代表雷宁Clearlett,认为贸易战对中国极为不利 中国选择尽快与美国妥协,将是明智之举 他说,中国想要的是尽快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 这样他才能保持稳定,中共对自由贸易的不断破坏 导致中美贸易战爆发,美国华裔军纪学家 于伟雄博士对大纪元表示,贸易战是否继续升级 取决于中共,如果中共不改变,川普就会500亿,2000亿 然后在2000亿就继续下去 于伟雄博士认为,中共所谓的报复方式是下不倒川普的 如果中共硬这样,那我们就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贸易冲突 如果贸易战持续下去,中国经济可能会进入很严重的萧条状态 经济学家川普的贸易战不止贸易逆差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终身教授谢田 对希望之声广播电台记者表示,最新出台的2000亿 已经超过了去年中国自美国进口的总额面对三联机 如果中共试图反制能采取的贸易手段,最多就是抬高征税百分比 比如从10%增至25%甚至更高 但这不能解决问题 他说,最后最多是两方互相加关税加到中美贸易停滞 到极端情况,中美就没贸易了美国 不怕他可以在替代国找到廉价商品 比如印度、越南、甚至朝鲜等 但中共找不到替代方中共高度依赖美国 不仅在芯片等高端商品上 依赖美国在农产品等低端商品 也是这样谢田还说 比如大豆中国可以从巴西进口 但巴西一来提供不了那么多 二来还有收获时间的差别 现在只有美国收获大豆巴西和其他南美国家要到冬天才有 现在你硬要从巴西买巴西 可能就要从美国买再转手给你价格就上去了 中国就成冤大头了 中国要想扩大大豆生产土地 就不够农业机械也要向美国购买 还有大豆种子也依赖美国 现在限制大豆中国食用油价格立刻上涨 饲料价格又会导致猪肉价格上涨 如果没有美国中国国内经济危机 通货膨胀等都会爆发 那时候中共就要面对成千万上亿愤怒的民众了 谢田表示美国就能解决对华贸易逆差问题 但对中共来说 还是行不通中国企业是依靠出口补贴 出口退税来支持廉价出口出口补贴的幅度 是在5%到10左右 美国加关税 中国出口商就赔本做买卖了 他不会做的 其实他现在已经不赚钱了 赚的就是政府补贴 现在补贴都用到关税上了 除非政府在家补贴 但政府也承受不了了结果 中国对美国的顺差会消失 中共的外汇储备就会减少 人民币会大贬值 中共以前是靠赚来的美元印钞票的以后就不行了 中国经济就会陷入困境 北京谋求连欧盟抗美 被据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 EASC主席加尔·路卡扎尔 R7月15日对英文南华早报表示 尽管有呼吁欧联手应对美国总统川普的 经济政策 但欧盟不愿与中共联合应对美国的 EU 甚至在呼吁公平贸易方面 加尔还表达了与川普共同的立场 他提到欧盟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时 也遭遇诸多困境 并表示欧盟面对的是一个封闭的市场 欧盟对中国公司开放市场 相比之下中国中共对我们的投资人士 却没有互惠 他直言中共的市场限制 已经导致欧盟对华外商直接投资减少 我们想要改变加尔说 即使欧盟不赞成川普的关税措施 但在政治与经济领域 美国仍然是欧盟的重要盟友图 李克强与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 在2017年中欧峰会上 德国之声7月15日的一篇报道就透露 欧洲特使表示 自去年开始 他们已感受到中共迫切需要 寻找志同道合的国家 共同反对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 如果江加尔的这番表态 是做对中共迫切需求的回应 恐怕中共要失望了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提莫曼斯 Banstein Mons 则表示欧洲和美国在历史上相连价值 共享欧洲不会放弃美国 一如美国未曾放弃欧洲 这就是朋友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